水泥制品硅胶模具的制作流程 准备好所需工具 木板、尺子、刀、热熔胶枪等 把模种表面清理干净并均匀地涂上一层脱模剂 把模种固定在平整的木板或玻璃板上 切割相应的木板并把木板围在模种的四周 模板与模种间留有5毫米左右的距离 并涂上脱模剂 用热熔胶封住四边的缝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称量硅胶 根据某种的大小、结构复杂程度、花纹精细程度、用途等选择硅胶的类型 在这里我们用红叶的HY625硅胶 往硅胶里加入2%到5%的固化剂 充分搅拌均匀后往模种倒入一部分 然后一起抽真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导致生产的产品表面有颗粒 影响质量 如果没有抽真空机 可减少固化剂的添加比例 以延长固化时间 释放出多余的气泡 冲完真空后把剩下的硅胶全部倒入模种上 待硅胶完全固化后3-4个小时把硅胶磨拆下来 用剪刀修剪四边多余的硅胶 至此整套流程结束 24小时后即可投入生产使用 会将模具因保存在通风 凝凉 干燥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换